大家好 今天我要說明的是當您使用Windows的時候進入開機管理程式 您可以看到您目前安裝的縮頁系統 例如說Windows Server 2012 如果我想要將這個描述改成Windows Server的話 該如何進行設定呢 進入Windows後 在桌面左下角找出Poucher的圖示按滑鼠右鍵 選擇以系統管理員身份執行 此時出現使用者帳戶控制按示 透過BCDEDIT版斜線V 可以得到開機管理程式的詳細資料模式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要修改的項目Windows Server 2012 它的相關資訊 接著我們輸入指令BCDEDIT反斜線Set 這個時候呢 我們去找出Windows Server 2012它的Identify 它的識別碼 我們要修改的是描述的部分 我們要將它修改成Windows Server 我們要將它修改成Windows Server 指令輸入完成後 按按按鍵 可以看到操作順利完成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系統設定這邊 開機的部分 可以看到這邊的描述已經變成Windows Server 接著呢 我們進行重新開機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描述已經變成Windows Server 謝謝您的收看